找了好久 終於傳來消息 特搜隊員站在溪水中 合力將逆者抬上岸 家屬在岸邊非常焦急 尚全確認之後 當場痛哭失聲 一度哭到雙腳癱軟 需要旁人搗扶 無法接受孩子說 要跟朋友出門玩水 怎麼會發生意外 人是卡在溪水 卡到裡面去 他剛剛有進去 我有進去過 你要用撥的嗎 當時附近民眾也投入救援 但是溪水太混濁 也增加救援難度 溪水的是16歲的理性高中生 22號下午跟朋友相約到 花蓮美輪溪上游水源地溪水 玩到一半突然沉入水中 朋友找不到他立刻報警 警銷搜救一個多小時 才發現少年被卡在 水深2.5米的石縫當中 送醫搶救宣告不至 這幾日下午都有那個好大雨 所以今天的水濁度非常高 所以其實下水是完全看不到 就是能見度很差 所以增加蠻大的那個 搜救難度 採用那個 就是體感去感覺這樣 然後蠻幸運在大概五分鐘 的時候在南沙坝 它下面有一個石頭的凹處 那邊就有發現那個 這個溪水民眾 嚴嚴夏日不少民眾 都會到西邊玩水 根據消防署統計 從2019年到2023年 每年都有超過500人溺水死亡 2022年更是達到高峰 一共有625人死亡 38人失蹤 這回少年疑似因為不熟悉水域 導致溺斃 他的家人接到二號傷痛的心情 難以平復 TV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